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能板就是外装上去 我们最近也刚好有在想说是要装太阳能板 所以找了几间公司来做一个评估 然后收集一些资料 那就趁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一个价钱上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好像装六七片还是八片之类的 会不会差很多 你的六七八片会不会差很多 没有 但大家至少知道一个数量级 就是装太阳能板的费用是十几万 还是几十万 好 大概七八片好像六七千那种感觉 所以算台币大概就是二十万上下 这样的一个投资 那一开始我在找太阳能板的时候 也是蛮茫然的 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始 那后来我慢慢发现一个诀窍 就是首先很简单就是先联络太阳能板的公司 那公司很多嘛 那我那时候选择公司的几个要件 可以分享给大家 一个就是先优先选择比较老牌的公司 例如说他成立至少十年以上 那如果真的要选比较新的公司 他们有些公司会有一个 很像是一个太阳能的协会之类的 万一他不小心倒了 会有一笔资金来继续维护你的太阳能板 这可能也可以考虑 那第二个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是 他们来安装的人员是他们自己的员工 而不是说外包给一些技师来帮你安装 我看很多就爬了很多荷兰的论坛的文章 发现那种外包的就是施工品质 或者是预约时间等等的不确定性问题都很多 所以我后来是看这两个指标 就是你找太阳能公司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先做 就是你要先计算你家整年大概的用电量的预估 对对对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刚办进来那时候 就乱估啊 对因为那个完全没有前一年的资讯 也没有之前租屋或是住房的一些data可以用 对对对 然后这个资讯啊 其实有很大的陷阱或漏洞在里面 例如说我估一年 然后假设我估我整年要用 我这边说我现在没有概念 我已经忘记了 假设我一整年要用2000度好了 然后你把这个资讯给太阳能板公司 他跟你说我太阳能板可以发1000度 那你就省1000度 每年省一天1000度的钱 1000度你自己发 1000度用外面 每年省1000度 然后所以他就算你说每年你可以省多少钱 但这算法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太阳能板的太阳能只有白天才发电 晚上不会发电 假设我刚才2000度全部是晚上在用了 那你早上发的电 就不见得可以完全抵掉 那他一个假设前提是 你早上发的电 你多发的能源公司都会回收 让你晚上再消耗 可是这个假设条件已经慢慢不成立 等一下后面也提到 对那我们 我们那时候找了三间太阳能板的公司 有其中一间我觉得超级妙 就是我只填了家里的住址 一些基本资料 他马上隔一天吧 隔几天就寄给我报价单 对就是几片多少钱 对就是我只是想说也有这么这么妙 就是他马上可以给你报价 但这好像也是常见的 我有听说有其他间也是这样 但的确后来装也还可以 嗯那他装的那个价钱评估是评估哪些东西 就是太阳能板的费用 还有基本安装 他可能就抓个大概 那后来有另外 约了另外两间 他们都来先 他们有来先实地插房 然后再给我报价单 就是装什么多少钱啊 怎么施工多少钱 然后很明确写出来 所以我才会觉得那一间 没来看过他可以给我报价单 蛮神奇的 那差别差很多吗 就是价差吗 对啊 价差 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没有差到很多 哦 然后找了三间以后 我才会发 我才发现 哦原来太阳能板这么多变因 这么多变数 所以你很难拿两间公司的报价 直接比较说谁便宜我就装谁 因为他不只太阳能板的片数品牌 然后发电量 然后甚至还有时工的方式 很多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很难直接拿两间公司来比较 那再也就是说来预约来我们家看的 他大概主要看的什么事情 有两间来我们家看实地才访试 大致上 大致上来看太阳能板的安装 其实就是在很明显就在屋顶上面装板子 那再也就是在屋顶的下面会装一个变压器 他们应该是说把直流电转成交流电 整流器 对反正就会装一个inverter 在太阳能板下面 然后接下来要把那个变压器拉一条电线 拉到你家的那个电控箱 就是主电源的位置 对 那他来看主要就是看说 这个变压器怎么把线拉到总电源 对 那第一间来看他就说 这个最快可能就是要房间要打一个洞 然后就直接拉一条线下来 他们研究很久说那个线怎么拉 那也有一个施工方法是走墙壁外面 那就比较便宜 那也比较会有问题 那有第二家来 他给我一个很奇妙的方法 就是一般家用的洗衣机 会在阁楼之类的位置 洗衣机的那个电源 通常会就是单纯一条线走到你这种电源 所以他就可以利用洗衣机的那条电源线 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不用另外打线 不用另外拉线 我就问另外一件说 另外有一件说可以这样的方法 当时怎么没有提到 他的意思感觉就是 可以是可以 但施工上有时候有一些危险 因为你要百分之百确定那条线 就是只有这条洗衣机那边在用 万一你有其他电器 其他插座也通到那条线 那就危险 所以他没有提 那除了牵线方式以外 他还会看的就是 他到时候怎么施工 他要搭音架啦之类的 那怎么样上去屋顶 那他们有跟我提到 有几个东西可以 有人来你家看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确定这个细节 因为他自己可能会忘记 第一个是 你的那个电箱 有没有主电源 就是一个电源 按了全部电会关掉 装太阳能板 这个应该是必要的 我不再知道原因 但有一件跟我说 你没有你要再装 那有一件说 他可以帮你装 有一件说 你可能要先找人来装好这个东西 才能安装太阳能板 对对对 所以这个有可能 他看的时候会漏掉 那有一件很贴心的 他跟我说 装太阳能板 就是人要上去走 走在你的屋顶上装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你准备几片瓦片 因为踩那个瓦片 可能很不小心就会破掉 破掉 如果你有准备 他就可以帮你换新的上去 对 有一件有特别跟我说 这件事情 然后有人来看的时候 还有一个东西 也可以问一下 就是他们的施工团队 大概几个人 一天做几个case 因为如果是一个品质好的 施工团队或公司 他们一般一天只会接一个case 就是不会赶了 然后还有两个重点可以问 就是什么时候 我现在下定了 什么时候可以来装 我这三间公司差别很大 有的一个月内 有的三个月 有的七个月 那怎么挑 这个就看你真的觉得价钱很棒 你愿意等 你就等 所以没有什么 但那个等候期真的是差蛮多 蛮惊人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付款的方式 有一间公司跟我说 等你要装的前一个月 再支付全额或投款就好 就是前几周 那有一间跟我说 你现在下定 你就要先付一笔投期款 然后之后再付全款 我刚讲那些 我自己觉得在前期要找Tinent公司 如果都先知道的话 会比较顺利 你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知道你要先准备什么 有一些东西需要资讯 先准备的资讯 然后有一些是 你知道可以问你俩什么东西 我再补充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就是我找第一间 然后他就是马上给我报价单 然后他隔天打电话也很急 他跟我说 你看那个报价单了吗 你看了没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还没有时间仔细看 他就在那边等我 他说那你现在看 我说我现在没有空 我要晚上再看 然后再隔天又打来 他说你看完了吗 那里有一个按钮 如果就是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按下去 我就说翻译一下按下去 按下去就是 接受这个报价 我那时候还好没有听他的电话讲 然后大概过了 反正后来又有来联络了 是另外一个人 通鉴公司 他说我现在是你的服务专员 上一个已经离职了 我就知道他那时候是要拼你的急 离职前做一批 所以这么急 一直打电话来关心 听说我到底看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 哦 然后再按下去就接受报价 对那时候很积极 然后我想说 哎为什么太阳能板不是听说要排很久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进行怎么快 刚才今天也是一个大公司 所以我没有太担心的问题 只是觉得他的行为 有点诡异 跟我在荷兰的体验不太一样 哦对对 跟我在荷兰的体验不太一样 有有有 好那我们进入结论 哎好我要补充我的 然后你补充 那个有屋顶的防尾有差吗 我跟你说就是 有没有哪一面比较适合装太阳能板 哦对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情 好像是南北向的 比较适合 因为你都可以照到光 可是那个效率就没有那么全面不是吗 我这一句是说 你南北向你的太阳是从东边 这个这个我没有很确定 所以我后来没有想要讲 哦 因为我后来装人都说 就还还好啦 就是问太阳能板公司 太阳能板公司都说可以 对对对 你说你说还好啦 是指说我们的方位没有差 对我那时候的感觉是 方位的影响没有这么夸张 好像是 比较夸张的是 例如说旁边一棵大树 哦 或者你的屋顶就是 有的人屋顶比较奇怪 圆形的啊 平顶的啊 平顶的他们架的时候 就把它架成斜的 对对 就要另外再架成斜的 对 所以屋顶的 屋顶的坐下 没有那么的印象那么大 我那时候以为东西想会比较好 我忘记了 但后来有一个来访采访 来访的 他说南北 所以我就 知道的人可以在里下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好我们进入结论的部分 好 我们找了三间来看嘛 然后 后来决定不中 对 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是我们家其实用电的东西没有这么多 嗯 就是还有很多东西 例如说暖气或者是那个瓦斯 卤都是还是用瓦斯 嗯 就是你要装炭能板的时候 其实也跟你家里用电的方式有关 对对 中天真的需要能源 那我们能源来源竟然是瓦斯 所以炭能板就帮助不到 那第二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在现在啊 它是有机会你 夏天我多发的电 例如夏天白天我没什么在家 嗯 那我多发出来的电 我就卖回去给能源公司 你说现在的政策 对对 就是我例如说我就是 我就等于先 这个夏天的电费就便宜啊 嗯 然后冬天 我再把它补回来 夏天补冬天的概念 嗯 我多发的我冬天还用 嗯 有种感觉 那荷兰的能源政策 他们其实 去年草案就拟了 但现在一直往后推延执行的时间 简单的说就是 能源公司慢慢不收 家用多发出来的电 嗯 对 那就变成 因为太阳能板是这样 太阳能板它原理是 我太阳照射的那个当下 发电就发出来了 你没有用掉 要么就是输送回去 跟能源公司 要么就是要买电池存起来 嗯 但买电池 电池是一个耗材 对啊 再来你存起来再拿出来用的 那个转换率又很差 嗯 所以 在这个政策很模糊的状况下 我觉得还不用急着做决定 嗯 还有啊 我后来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一般我们买东西 你买了以后就会有一个 附加的爽度 嗯 比如说买了音响 我就听音乐用的 就有什么经济学的名词 对 好 但是买太阳能板 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它是一个 它很单纯是一个投资的行为 嗯 就是你买太阳能板是为了 你之后的能源什么 会比较节省 就我先投一笔大笔的钱 我期望 未来的人员可以 能源会比较少 就慢慢拿回来 然后到某一年会 划算会回来这样的感觉 嗯 因为你装太阳能板对你家用的 你理论上不会变得比较爽 反而会变得比较 你为了要把太阳能源 太阳能板的能源消耗掉 去做一些 你可能原来不会进行的消费 假设我们本来生活习惯是 呃晚上九点过后 就是能源费比较便宜的时候洗衣服 啊对对对对对 对那 现在我有太阳能板 我想说 哎那就习惯早上洗啊 啊对啊 因为反正面茶 反正店也是 对你要把它用掉 不然你可能卖回去不划算 对 对可是很有可能 但可是很有可能造成 我阴天雨天的时候 我也是这个习惯在洗 不过然那个晚上 对啊 我会说你没有抓得这么精准 就反而会有额外的浪费 对对没错啊 就是有时候 因为花而花 对啊 装太阳能板我都会有 这种感觉 嗯 所以简单说 装太阳能板很单纯是一个 投资的行为 那投资的行为就是 直接算回报率 嗯 回报率不划算就 就不通 对啊那时候装太阳能板 最主要就是 哦你投资了几年 你装了以后 几年后会回本 对对对对 然后当这个能源政策出来 的情况下 就不见得是一个划算的投资 嗯 而且我听说最近太阳能板的价钱 因为能源政策之类的跳水 对 可是这个资讯我没有看到明确的资料 但我可以想象 嗯 你那时候不是有问我说 为什么能源公司慢慢不收了 对电 对为什么不收我们爸的电 嗯 我那时候查到是 因为荷兰政府觉得 你少缴能源费 他就少收到能源税 哦 按提不卖回去 你就要多缴一点能源费 他就可以多收到一点能源税 嗯 我查到是这样的理由啊 但我不是很确定 哦 好像很有道理 又好像 不知道 只是可能污蔑政府有一个说辞 对对有可能是污蔑政府 因为这很不节能啊 政治不正确 对啊 哪一个政策会这样走 对啊 不是能源发出来 即使在你们说也会这样走 给大家用的感觉啊 不是好像挺好的 对 如果我有 如果我有电车 我觉得装太阳版会是一个不错的 你说是 特斯拉之类的 对 因为电车一个很棒的条件 他本来就有电池 你多发电就把它冲进去车子里面 他那个蓄电量 没有上限吗 有啦 但有上限了 哦 就等于说你有 但你有电池 你有特斯拉那种的电车 你就非常适合装太阳那版 对不对 因为本来就有电池 就是一个车子啊 对 我想到在一个情况下 装太阳版可能会划算 就是当你的存款要被扣税的时候 哦 你把你的存款变成太阳能板的鞋状 那很多东西都可以那一个啊 哪个 像说 呃 围离 定件啊 那你的围离过两天之前会掉出来 哦你的意思说把它换算 投资的意思就是 对 你把它当成一个投资东西 因为你把钱拿去买股票 股票是会算投资是会被扣税的 嗯 可是你的太阳能板 让你的人员费变少 这是不会被扣到税 嗯 好像可以 所以这算是一个 避税的 投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 按赞分享哦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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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